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酝酿多时,政府终于在13日宣布输入劳工方面的安排 一如所料,输入劳工除了是香港的劳资议题外 更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者 炒作成两地矛盾的议题 果然,有关安排公布没多久 即时引来一些美国代理人媒体的炒作 大致标题内地网民看到有关消息后表示 我都想冲料,既灌输输入劳工,会抢香港人饭碗的印象 同时又值以唱衰内地经济,用心之大毒,令人震惊 涉事媒体引述的内容 主要是指香港输入劳工的消息传出后 大批内地网民在社交平台热以来港打工攻略 而同一时间,内地青年失业率再创新高 来香港找公似成为一条出路 事实上,引用所谓网民意见的报道 本身就有极度的倾向性 网民,具体是指哪一批,哪一个省,哪一个市的网民呢? 内地复原广大,南至北,东至西都有网民 报道中的网民有几大代表性呢? 有没有经过科学化的方式去量化呢? 再者,所谓的网民意见,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偽造 足够数量的偽造留言,随时就可以起到带领舆走向的效果 美国作为最懂得利用互联网的世界监控大国 美国代理人媒体对此理应深知肚明 确立了所谓的网民意见难以作有意义参考后 我们就应该回到输入劳工议题上 对比2018年本地劳动人口的峰值 撇除外值家庭容工的话 人数是368万人 然而去到2022年 劳动人口撇除外容后下跌到346万人 当中低技术劳动人口估计减少多达约16万人 不可以否认的事实是 随着人口老化 香港确实出现了结构性劳动人口缩减的现象 大量人力密集的行业和工种 特别是建造业和运输业 都要面对人手短缺的情况 上述行业出现短缺 不是一朝一夕 以公共小巴司机为例 短缺接近2000人 占大约两成人手 业界有没有加人工抢人才 有 司机够不够 不够 公共小巴行业有车没人渣 大家苦心自问 影响最大的是哪个群体 对一般市民有没有影响 与其相信美国代理人媒体的炒作 担心输入劳工会抢饭碗 倒不如张开双眼 认清香港的情况 劳工不足 服务受限制 受苦受害的是全社会 至于美国代理人媒体 他们受到美国患扬 自然不会有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